! 大家是多么深爱香港这个国家 香港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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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 Hello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8月29日 讲语学 也就是讲香港话 或者讲东话 不过有少少的分别 始终香港话来说 又满清 洋买版 那时候开始流下来的 广东话又正宗些 而且西式些 又有很多因为商业需要 然后拧一拧 扭一扭的很多字句 是全神很多的 亦都是一个民族的象征 那我们经常都说 德国的时候 就实行那些种族消灭政策 做的 要消灭一个民族 最先消灭的就是那种语言 因为语言是用来沟通的 是不是抄巴别塔的 圣经里面 巴别塔就说 要那些人 讲不同的语言各样 令到他们 没有办法沟通 于是乎 那就是 沟通成为障碍的时候 你想起个巴别塔出来 整个很高很高的高楼 也都不是那么容易 是吧 但是当然 原因就是 因为他有自己的巴别塔要起 他就要使用普通话 去管理 要你融入这个民族黑洞里面 所以 必定是会针对这些语言上面 之前才有个被判了十六八六 就是说着 独语 他就宣扬独语 努力教独语的扎西文色 被判煽动分裂罪 扎西文色 当时 呼吁用这个独语教学 但是 中国 共产党 当然就不会给你有自己的语言文字 文字可能是的 因为 他都是用那些文字 这种这么粗利的文化 就要那些小学生开始 就不准使用独语 一定要汉化 同样的 你广东那些很多 已经不懂广东话的了 就要讲普通话 普通话 有些可能27.3% 回到香港的BNO人士 就是回香港探亲各样 不知道什么 都说遍地 都是普通话人 一直都枯化成人 独语 直接是要去联合国申请保育 因为已经消灭台阵 至共产党佔领西藏以来 入独十七条 赶走达赖喇玛 甚至乎转世的活佛都要认证 就是你未有这个证件 你不可以转世 他们以前是 你有看那套韦斯理 你就知道 是个Lang Ken 不知是否洩露了 那种被共产党的压迫 那些喇玛就保护这个活佛 活佛就保护着这粒龙珠 令它有异能 谁知道原来那粒龙珠 就是外星人的能量球 那藏人就以为保护自己的传统 殊不知这粒是ET的家传之宝 那些闹那么搞 那魏康老前辈已经走了 唯一 都不是唯一 很多句都说得很应景的 不过就要再加深些 就是来生不做中国人太慢了 要今生不做中国人 事实上 共产党这几十年来 不断消灭这个西藏的文化 以消灭西藏的民族 作为最终的目的 实施种族文化灭绝的策略 也就是Genocide 那现在是僵人一样的 所以即使你走去保育自己的语言 鼓吹母语教学的时候 这次真是母语教学 都已经是黑恶势力了 尋忍之士 煽惑颠覆 结果首当其冲就是那些老师 那同时间董建华当时搞的母语教学 那不就强化了香港语 不是好事吗 如果你今天要废港语的时候 你要找回董建华算账 刚巧得这么巧是不是 最近有传它飞升了 那其实就不是 因为对于母语来说 再外面少少的就是英语 它是要打散你的英语 让你只懂中文 今时今日移民英国的很多BNOR 有些都还遇到这个语言上的困难 有些甚至乎不敢成行 原因就是因为懼怕那些英语不拖不拖 虽然好过内地人很多 也都有世界的触觉 但是呢 就已经信息不少了 你和新加坡比马来西亚比都差一个皮 那些马来人多厉害啊 说他们厉害的同时 倒不如说 人家那个教导正宗很多 是不是 香港都没有什么要求 那话说 我们又有这个 港语学 港语学会的主席就是陈乐行 最近呢 它就贴了一幅 亚洲电视本港台 应该是吧 那個顏色版就是以前娛樂無窮之後那些 有塊顏色版的傳聞說 他那些聲音叮叮叮 就可以令到那些嬰兒仔不哭 會睡的 很久以前的事 他那個年紀沒理由知道這個顏色版的 Anyway 那就印出這個Instagram那裏 他那些都是月音來的 江與鶴 江與鶴執領公告 內容是這樣寫的 近日國安處人員到我舊居 又需要家人 即我家人的住所 搜查 文化指廣語學廣東話精文比賽 參賽作品涉嫌違反這個國安法要求下架 為保障家人和前成員的安全 經諮詢法律意見 這麼厲害有法律意見 就決定即日起 停止香港註冊社團 廣語學這個機構 所有的運作 和啟動這個解散程序 聽完你講了 就是你要解散就解散了 而今次涉事的文章 就是我們的時代 都好講語下的 我們的時代 小霞 江仔 麻煩我想問皇后大道中在哪裡 江仔問一個十幾歲的女生 有了那些口語的 不知道 應該講不知道才是 語氣好重的 認江仔就走了 江仔皺眉頭應該這樣 繼續走時不時望下他的北記堡 又時不時望下人朝遇跡的中環 起了一陣有個女生拍他肩膀很溫柔地問 有沒有什麼可以幫到你啊 你大概激到他想什麼的 但是有些字就吃了 但是都已經很口語的了 這個女生 和剛才那個大相敬廷 不好意思 我找著那條上半山的扶手電梯 我帶你走 你可以叫我小師 我叫江仔 你想去哪兒 想回去父母以前去過的地方 就是謝里街的清真寺 咦沒去過 不知道哪兒 謝里街我知道在哪兒 反正今天放假 四位走一下 啊不如一起 這麼好的 可以到處搭散 通過堅度 走扶手電梯 講到謝里街這裡 挺好的篇文章 跟大家分享一下 香港開放不久了 英國政府當時 就跟在英國殖民地的印度 一樣招攬 那些人呢 就入香港的軍警 當中就有回教徒 這個蘇浩區的清真寺 就是全港第一間 清真寺 跟著江仔滔滔不絕地說 咦 可以做導遊啊 爛上樓梯 有些教徒就在紙旁洗手 有些就脫鞋 入紙裡面 有些呢 在旁邊空地那裡 就教小朋友重驚 好了 第二篇文 都已經205年年了 還有人不講普通話的 小師聽到路過的女仔 自言自語 跟大家講最重要的幾句 小師見到20歲尾的一個男人 留了一點鬍 似多有型 一看就知道不是本地人 拿著個筆記簿 還有個單反相機 那時候2050年就不會有單反相機啦 這些想像式的文章啦 男人自我介紹就叫江仔 英國長大哦 我不是本地人原來是這樣解 單反相機 那小師就指指天橋下面條街 跟江仔講啦 這條街 現在呢 就叫人民鐘爐 25年前改了名啦 年輕一輩都不知道什麼名 那些街道名全部改了 為什麼呀 因為政府覺得這裏太有殖民的色彩 2025年啦 政府要壓制宗教自由 所有天主教新教回教等等 全部被掌控 所有教徒都要入外國教會 不願意不聽話就將教堂拆除 夏寶龍會這樣做的 不過今次不止十字架 哈 可蘭經都燒了你的 幸好啦 清真只是二級歷史文物可以保存 有沒有搞錯 沒有可能 不過如果還要 就是跟那些回教徒那些交易的時候呢 六大宗教那些嘛 本浩明那些魔棍 那可能還可以啦 要培育愛國教徒就是這樣的啦 宗教只是為名 阿里陀佛也都只是一個聖號 到最後啊 這些這樣的事情 無論誰的聖號都好啦 都要合乎這個國安法所指定啦 那就是這篇文章 啊 所謂違反了這個國安法 所以就要令港語學 就不是倒閉 要求他下架這樣說 所以陳樂天啊 啊 為了 不是樂天 樂天是紅仔餅 他是陳樂衡 啊樂衡啊 為了保護他的家人 所以就要 啟動解散程序 那話說22號 新鮮滾熱啦 啊 的時候 早7點20分 就去到他的舊居 就是現在是新居的了 要求面見本人 他搬了出去住啦 而家人回覆 就指他當時身處外地 無法會面 外地哦 就是走了的啦 那OK啦 那就是 由於滋擾的關係 他沒有辦法 所以都要 刪除了他 少了舊居 那因為甚至乎啊 還搜查了他 去年前經營的蛋糕店 那樣 還有就是 向他的家人 和港語學舊友的成員 問他的情況 又要求他即時下架等等 難怪得這麼禮貌啦 當時說的時候 都好像挺禮貌 原來已經不在了 在外地嘛 是不是 那事實上 他做足程序的 又 2021年12月21號 去民政署查詢 發文款項問題 未獲得回覆 也就是說 有叫過他把文章下架嗎 那你今時今日才說 是不是 話說港語學的身世啦 那如果 很難的 就是 諾恆他可以怎麼做呢 又被人 騎著這個家人各樣 其實就應該一起離開啦 是不是 你知道他查族譜的嘛 就好像袁爸爸那樣 啊 跟著有前妻啦 然後呢 阿之鋒 阿契媽啊 各樣說阿契都有事的 他不單是方孝如誅十族了 十一十二的了 有關係的 都受到滋擾啊 港語學2020年起 經區議會的社區參與撥款計劃 就形辦這個 廣東話精文比賽 派發防疫物資等等 申請了的款項是三十幾萬 但是 民政事務處在拖欠啊 那沒有的 即使真的要搞港語學 可能啊 諾恆都要經其他的人搞啦 就好像小洋村那樣 今時今日外地仍然有小洋村 是不會屈服於強權的 接力來講 好像紅流夢都是接續這樣做的 那話說港語學當時 三十幾萬 死人問米娟 那在拖欠啊 於是乎就由 他們那個機構 或者呢 他們本人啦 就跌資 直到今天啊 都未還款的 那還有啦 就算如此 考慮到常述的情況呢 為避免家人同前成員受累 唯有停止港語學的運作 那你看下 周小龍啊 周老闆 Chicky Duck 啊 怎樣被人搞 你已經知道 他搞你就一定的啦 所以你本身就已經要有心理準備 打點好一切啊 如果不是那個風險來到的時候呢 你是很難可以管控到啊 即是好像劉康那樣而已嘛 他就說你不就凍結啦 這個戶口 我只有幾十元在戶口裡 中銀的 告訴你 劉康這些啊 Anyway 當時啊 港語學的社團註冊 是以捍衛香港人的語言權利作為目的的 而且一直都遵守法律啊 是不是 啊 純粹是 要保育香港的語言 奈何的就是 他做的很多事情啊 就包括2018年啦 反對浸大強制這個普通話畢業測試 竟然收到死亡威嚇 那你說當時梁振英年代已經有些什麼人 就入了香港 陳正芯那些是不是 啊 會有這些這樣的人啦 那還有 聶仔來的哦 啊 諾恆醫生來的 那停止醫院實習 被人停止了 未必醫生的 可能護士了 不知道 其後啦 港語學又因為 被某大政黨啊 又舉報是激烈反中的組織 向廉署舉報這樣說哦 那當時他都遭到很多的打壓 也有鑑於因為有年輕人呢 因為贊民反對普通話教學 律政司就以煽動分裂國家罪控告 就判了近四年的 所以就唯有中斷在香港的保衛廣東話工作 較早前港語學裏面也有個文章 以後看不到的啦 因爲執隸公告嘛 就是要執隸 指出啦 有平卷員在小紅書那裏呢 就兜售中學公開試那個平卷機密哦 警方多次邀請呢 即是你舉報嘛 就邀請他回香港上庭作供 那那他變了證人 他會不會上當呢 那他啦 現在而已 只是現在啊 現在考慮到目前反港的人身安全風險 數未能配合 有沒有搞錯啊 現在才考慮 之前啊 你都不要制啦 啊 即是在一個濕途一些的狀態 是不是啊 就不知會還是不會 你當會啦 個個都應該當會 好啦 由於港語學現時已經沒有任何淨資產人手繼續營運 加上相關法律風險啊 所以已經停止了所有的運作 其實是為了保護港語學的那些前成員各樣啦 即是沒得搞的那樣 你就唯有等其他人啊 去接棒啊 或者就真是靠新教了 你懂得廣東話你就教你的子女啊 怎樣講好些廣東話 他這個好容易而已 那但是 五年內呢 未必說有事的 他未改得這麼快 五年後就是好像廣東省那些那樣咯 又會變成是清一色 那些人不記得廣東話怎麼講的啦 很多訪問都曾經走過去 廣東省那一頭啊 當詢問那些人的時候呢 真的哦 連自己的廣東話都不會講的哦 跟著就有網民呢 貼回這個林鼎國之前講的東西啦 什麼國安法之針對極少數人啊 說限制言論自由是屬於亂說諸如此類那些 他說限制言論自由屬於亂說就真的亂說啦 借來的時間 借來的地方 有借就有還啦 就只可惜當日 大卓爾那個PK 在天安門那裏 PK完之後呢 就將香港都PK了 當時他是保守黨的 那你說保守黨做了一件錯事 都做回一件好事啊 就是這個Boris Johnson就open回這個BNO政策 奈何啦 今回呢 就是去到新委省的手上 沒見到有什麼強硬的政策出現啊 那看著先啦 不過很多人都說他是貢蝶 那我們不要那麼武斷啦 但是不做事就 目前的狀態啦 你不可以說他有做事啊 有做什麼啊 實質上的東西呢 孔子學院都未刪啦 kick his ass 是不是這麼說啊 那有一個網民就說啦 這位是香港普選 他是這麼說的 那不是有時 我都有看到港語學的東西的 Anyway 這位香港普選就說 老實說啦 如果不是你去搞他 我想應該沒什麼人知道 啊 講語學是什麼春 這些講語 包括我啊 毛哩頭 啊 又用國安搞他 又用搞搞他 就給市民一種 啊 是又搞不是又搞 想搞就搞 無規無矩 啊 無定向喪心病狂奸 血性全身機能失調症 啊 這句我說的 國安啊 大佬 啊 可不可以不要太隨意 不嚴肅玩玩一下 啊 日日搞些這樣的東西 破壞社會和諧 心情不好 怎麼叫人出街消費呢 大佬 不是個個人呢 都是公務院 月月有良出的啊 沒有生意呢 很多人要上天台的啊 啊 這次施老闆說話的 靜海猴路線 是吧 啊 就說他們犯化國安法啦 啊 沒有東西找東西搞啊 咦 這次可以說是第一次 他那些跨大管治權 有一些 射微的 啊 小小的 叮叮的 啊 用途 就是結果令到啊 諾行啦 啊 沒有辦法 就不生了這個講語學 是不是啊 雖然他人在外地 這樣 啊 好好保重 珍重珍重 就是這樣樣樣樣 好 今天說到這裏